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个股方面是下跌了4.1% 跑输了市场 那么当时的一个马路价建议是18到20块 目标价看25块 止损价看17块 那么期间千方科技在17块71到19块98的区间进行波动 那么也是触及了买入 那么从中线角度来看的话 千方科技这一些本身的一个经营业务 包括中期的车联网的一些概念 以及一些经营方面的一个不错表现 还有估值方面的相对吸引 我觉得在今年年初春季躁动行情里面 目前来看计算机板块是有资金开始介入 那么千方科技应该说是作为智慧交通里面的龙头标的 有一个底部筹码收集的一个迹象 所以我觉得可以继续持有 尽管说可能最近的表现还不够强势 但这个位置上是比较吸引的千方科技 那么今天给大家介绍的一个股份 同样的也是来自于这个计算机板块 因为通常春季躁动行情里面的这个β值比较高的 就是这些计算机板块 那么作为云这个国内A股云计算的一个标的之一 也是龙头的这个保性软件600845 同时也是生物港通的一个标的 那么简单介绍一下 保性软件实控人是保五实控 通过保杆股份 也就是国内的钢铁龙头公司 保杆股份其控股五成的一个公司 那么业务上保性软件是国内在工业信息智能化方面的领导厂商 那么涉及的行业主要是钢铁行业为主 当然像一些轨道交通 其他的一些行业也有慢慢在扩展他的一些业务 那么主要业务有三个 一个是软件方面的开发 这一块就包括一些传统的信息化的一些软件 以及现在提倡的智能制造 也就是无人工厂方面的一些信息化系统的一些开发 那么另外一个主要业务就是数据中心的一个服务外包 那这一块 那还有就是一些系统的集成设备 这三个业务是构成的保性软件主要的一些经营的一个范围 那么商业模式来看 主要也是双轮联动 一方面是卖软件 从以前简单的一些软件向一些平台化去转型 包括它旗下几个比较知名的智能制造的一些人工平台 那么包括那么第二个业务呢 就是这个IDC 数据中心的一个这个租赁的一个业务 有非常稳定的一个现金流的一个收取 类似这个物馆 类似这个物馆 这个收租股的一些这个概念 那么也是呢 这个后面有可能会构成了 构建了这个2B的一个信息化生态的一个闭环 那么这些业务之间呢 也有一定的一个协同效应 并且未来呢 就有可能呢 从这个钢铁行业呢 向其他的一些 这个传统工业呢 进行这个扩张 这个边际 那么尤其呢 是在一定的一个技术积累 经验的一些背景下 那么投资要点呢 一方面呢 是这个未来呢 钢铁行业的一个信息化 这个智能化 会继续这个推动下去 那另外一方面呢 国内这个钢铁行业呢 也在不断的一个加速这个整合 那么作为这个行业里面龙头的 一个子公司呢 这个保信软件呢 未来呢 有望能够 这个依赖着这个大股东的一个背景呢 拿着更多的一些这个订单 这个信息化订单 从而加速这个业绩表现 那另外呢 就是IDC呢 这个作为新基建的其中一个 一个这个标的 那么未来呢 这个商业模式上呢 对于现金的文件的一个持续性的收入呢 是一个不错的一个这个商业模式 那还有呢 就是这个本身呢 也比较多的一些这个新基建概念 除了IDC以外呢 还有工业 互联网 这个智能制造 这个5G 这个等等的一些这个概念 包括云计算等等 那简单回顾一下呢 这个保信软件呢 15年到这个今年前三季度的一些经营表现 那么这个最最重要的一项呢 是进市场收益率啊 从15年的7.98%呢 一直都是稳步的一个回 上升的啊 昨年昨年到这个最新一期呢 是14.03% 那么属于一个白马的一个 这个一种信号 那毛利来看的话呢 也是长期相对也稳定 这个从27%呢 升到32%左右 那经历率呢 从8%呢 是升到这个最新一期 17.45% 那可以看到呢 这个表现呢 都是相对相当的这个文件 这个优秀的 那么不过呢 这个资产 这个负债率方面呢 这个由于 今年也比较多的一些 这个项目的一个投资啊 一些这个新金流的一个 这个这个短期借款的一个增加呢 那么资产负债方面呢 是稍微来讲呢 有一个快速上涨到这个 19%左右 那么资产负债呢 就这个比较普通了 那研发投入 收入比方面呢 就长期维持在这个10%左右 那么应该说呢 这个整体看起来 盈利能力呢 还是不错的 那么一方面呢 这个营业收入 这种边际不断的一个扩张 另外一方面呢 一些管理费用呢 也这个控制的比较好 那另外呢 一些这个毛利水平呢 跟这个 它的一个商业模式有关呢 这个走的都 过去五年来看呢 都相当 这个不错的一个表现 那历史业绩来讲呢 从15年到2020年 今年前商季度呢 这个营收呢 也是稳步的一个增长的 那么尽管今年呢 在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下 这个公司营收呢 仍然是实现了 百分之 这个20左右的一个正增长 那么去到了这个57亿 那么过去的一个 富额增长率呢 从15年到这个 19年 这个年均增速呢 都在百分之二到三十左右 那么19年呢 全年这个营收呢 是去到68亿 那么扣非 这个规模经济方面呢 也是有一个 不错的表现了 那么最新一期的一个 同比增长呢 是高达百分之六十 接近了十个亿的一个 这个净利 这个规模上来讲呢 还是跟这个营收的一个增长 基本上是比较这个匹配的 并且这个杠杠的一个效应也比较强 那从这个盈利的一个比率来看呢 那刚才说的这个蓝色核线的资产 这个收益率呢 是稳定的上涨 那么这里面呢 从毛利来讲的话 毛利率维持在百分之三十上下 左右一个上升趋势 那净利率呢 也是从百分之十呢 回升到百分之六左右 基本上呢 这个业绩呢 都是有一个 这个线 这个 稳步向上的一个表现 那么这里也是简单看一下 这个今年前商季度的业绩呢 那么保信软件呢 在Topline营收方面呢 百分之二十六的一个 同比增长 这个五十七 那么 第三季度单季呢 百分之三四的一个增长 这个实现二十二点九亿 那么单季来看呢 增速了比第二季度单季呢 有一个放缓 那么这一块也是因为 一季度呢 受新冠肺炎疫情冲击呢 它的一些这个项目啊 业务呢 集中在第二季度呢 释放 那么第三季度呢 可能这一块的一个释放啊 就少了一些 但总体来看呢 这个增速还是比较快的 那核心毅力方面呢 这个前商季度增长百分之五十七 这个实现接近呢 九点三亿亿 那么第三季度单季增长呢 是百分之四十二 这个接近三个亿的一个盈利 那研发投入方面呢 前商季度两成增长五点五亿 那么值得留意呢 就是随着这个保信软件呢 三四七的一个云项目 IDC的一个落地呢 它的一个现金啊 以及呢 这个软件开发呢 这个会计方面的一个确认呢 有一定的一个改动 那么一些这个项目落地呢 其中呢 令到这个现金流呢 这个有一个明显的一个增加 到了这个十四亿亿 从比增长的1.6倍 那么这个是在当下呢 比较积极的一个信号 那么毛利跟这个净利方面呢 也有这个几个点的一个增长 那总体来看呢 这个去年全年的这个业绩 前商季度表现呢 还是相当的亮眼的 那么第四季度呢 现在这个还没出来 那么全年业绩呢 最近呢也会公布 那么刚才看呢 这个去年全商季度呢 基本上这个业绩增长呢 是受到这个营业收入增长规模带动 那么具体呢 是一些什么营业分布呢 那么这它的业务呢 主要是三块 这个软件开发及工程 那么以及系统集成 服务外包 那么目前来看呢 占比最大呢 是这个软件开发工程 那这个呢 主要就是针对呢 宝钢集团内部 以及一些外部的 这个钢铁行业的一些信息化 智能这个制造的一个 这个一些管理的系统 改造 以及工 这一方面的一些这个项目 那么 这一块 它的一个 这个贡献 那么 它的一个服务外包呢 主要就是这个保信 保值云呢 也就是它呢 这个IDC 数据中心业务呢 这个的一些收入 那么这两块呢 同比增长的分别是 百分之十六跟百分之三十一 那从毛利率来看的话呢 这个 IDC服务外包这一块呢 就包括一些云计算的运营 这一块呢 是毛利率比较高的 百分之五十左右 那么这一块呢 随着未来这个一些项目 继续落成呢 这个同比增长 变 这个增加呢 毛利方面的一个高速 这个表现呢 预计啊 还将会继续呢 带动这个公司整体呢 毛利的一个表现 以及业绩的一个增长 那软件开发方面呢 毛利率呢 大概是27% 百分之十七点 这个八五 那么上面呢 是回顾一下 这个大概介绍 以及回顾了 这个保信软件的一些业 这个财务方面的一些情况 都相对来说呢 比较稳健 优秀 那么 这个呢 是年初啊 这个我们第一步 之介绍的股份 那么也是要提一下 几个这个看好的原因 那么首先第一个呢 是 今年以及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呢 这个保信软件呢 还是会继续受贿啊 一个是 钢铁行业内部的 一个信息化的一个加速 另外呢 就是要 随着钢铁行业的一个 整合集中度提升之后呢 具有强大实力的宝钢 它的母公司宝钢集团 有可能会继续呢 吸收并购 其他的一些 这个钢铁行业 这个过程中呢 将会给保信软件呢 带来潜在的一些 业务增长的一个看点 那么 最近的 就是在去年 10月29号呢 公司发布公告 将通过呢 发行A股 普通股呢 当时记下来的一个价格 是57块8毛7 一股 加上现金收购的方式呢 去收购非马智科 75.73%股权 那么这个非马智科呢 是马鞍商钢铁集团旗下的 也就是在前不久呢 被 去年被这个 这个薄钢股份呢 收购的 这个 重组 并购重组的一个 这个 另外的一个钢铁企业 那么收完之后呢 就立马呢 有这样的一个 公告 那么也是符合预期 就是说呢 这个 非马智科 是这个马鞍商 这个旗下的 一个信息化企业 那么做的一些业务呢 基本上跟保信软件呢 也是相对说比较协同的 那么市场呢 也憧憬这个母公司 宝钢呢 未来这个通过 整合马钢 武钢 重庆钢铁呢 这些公司之后呢 也会提升呢 这个保信软件的 未来 无论是做高股价也好 或者是现金收购也好呢 这个整体整合的一个预期 那么据这个 电源报告来看呢 这个保信软件呢 它在这个 钢铁信息化 尤其呢 是智能制造这一块的 一些软件呢 是有非常强的综合实力的 那么透过这一些软件呢 能够为整体生产 这个制造链钢过程中呢 降低很多这个损耗 那这个提高很多这个效能 无论是从这个 库存周期物流 这个信息的一个 数据的一个收集分析 到这个决策方面呢 都有一些 以及呢 这个无人工厂方面呢 都有一些非常大的 一个提升的一个表现 那么也 一些这个平台呢 也是运用了很多 这个5G啊 这个人工智能啊 这个大数据啊 的一些技术啊 以及呢 之间有两个这个 像一些这个平台 也是被列入了 工信部的一些 关于这个智能 这个工业互联网 制造的一些这个 这个标杆项目啊 等等啊 是非常有这个 技术实力的啊 那么他在这一块呢 行业啊 钢铁行业的一个市场率呢 目前已经是超过50% 那么行业的地位呢 非常稳固 那么后面呢 透过这个 母公司的一个扩张呢 将会带来一些 这个业务的一个 增量的一个机会 无论是并购也好 或者说一些内部交易也好 那么东广证券呢 包括显示呢 2007年呢 到2019年呢 这个保信软件呢 跟集团的一个 光联交易占比呢 啊 在平均40%以上 啊 那么仅是这个去年呢 交易金额呢 就达到60% 啊 61亿啊 那么同比增长了 80.24 啊 那么这一块呢 就因为去年呢 这个啊 宝钢呢 整合了这个马钢之后啊 啊这里面的一些 这个马钢的一些这个 啊 一些信息化的一个业务呢 是跟这个啊 被记录到了啊 这保信跟集团 那些关联交易里面 啊 那么也是一个 背靠呢 强大集团背景呢 去做业务的 啊 一个这个企业 那么利好因素二呢 就是啊 这个保信软件的 另外一个 双龙驱动的 这个双龙驱动业务 另外一个啊 这个IDC数据中心的 一个业务 啊 前景也比较乐观 那么左边呢 是GANA的一个数据啊 啊 这个关于中国云计算 规模跟增速的一个看法 预计呢 啊 到未来啊 这个2023年呢 中国云计算市场规模呢 将达到3754亿元啊 人民币 那么未来三年的 年均负荣增长呢 是27.20% 啊 那么数据中心呢 是这个国家呢 啊 这个啊 提出的新机 几个新基建啊 方向之一啊 那么十四五方面的 一些政策呢 也是啊 大力支持啊 那么包括呢 啊 财政部啊 包括呢 现在正在试点的这个公募的 Rix啊 这个这个呢 也是啊 试点这个IDC数据中心 未来呢 一旦去申报通货批的话呢 那么保信软件旗下的保值云 这个IDC的一些项目融资压力呢 也能够啊 得到这个缓解啊 有一个融资的一个支持啊 那么IDC呢 这个是另外一个机构啊 他预计呢 这个明年啊 这个今年呢 中国的IDC市场规模呢 将会超过2700亿元 同比增长呢 这个30%以上 那么最简单的这个介绍一下啊 IDC这个主要是跟这个云计算的一个啊 这个相关度比较大啊 那么随着未来啊5G这个人工智能 包括这个啊 这个云计算的一些技术进一步的一个啊 这个使用 那么数据量的一个需求啊 会非常大啊 是一个指数级别的一个爆发 那么这一块呢 这个通过一些第三方的IDC呢 啊来帮助啊 这个处理这些这个高速运转的一个数据啊 显得尤为重要 尤其呢 是在一些异线地区呢 啊 这些异线城市啊 啊 因为他们的一个土地啊 成本啊都比较贵 而且呢又有一个环保的一些问题 所以呢啊 这个IDC的建设呢 是有一些这个指标的一个要求的 所以呢啊 率先抢账啊 拥有这样的一些资源优势的话呢 在后面呢 一个是需求比较大 一个呢是供给相对比较紧 在一线城市来讲啊 啊这个啊 这个啊 IDC这个上架率 使用率包括整个租金呢 都是相对来说比较可观的 那么可以看到呢 这个公司公告呢 15年到19年 我们数据来看啊 呃刚才说的这个服务外包呢 指的就是这个IDC跟这个云计算运营服务啊 红色销线呢 可以看到呢 它在营收的账比 实际上从15年到19年呢 是在这个不断的一个账比提升的啊 那么这块是毛利比较高的一块 也是这个核心的一个带动业绩的一块 那么另外呢 这个软件发展 也就是原先钢铁新计划的一些业务呢 它的一个上比啊 逐步的一个回落 啊 那这个保鲜软件呢 转型呢 从这个13年开始 它非公开发型啊 去投建呢 这个保质云一期的一个项目 那么到现在呢 一共落成投厂了四期项目 累计呢 投放了2.65万个啊 机柜 那么19年呢 这个公告显示呢 机柜的一个使用率呢 在80%以上 啊 那么这个公司呢 这个主要啊 这些项目呢 都深耕了这个上海 一线城市啊 这个刚才说的支援紧缺 那第二个呢 啊 利用这个钢铁厂啊 这个保钢的一些集团支援呢 在啊 获得这个土地的一个租用权 包括整体这个用电啊 用美啊 这一方面的一些成本呢 都会比较低啊 那平均单个机柜的成本呢 比这个光黄新网呢 啊 要低 那么另外呢 它的一个模式呢 是批放模式 也就是呢 啊 主要是面向一些大客户 包括中国太保啊 这个啊 中国电信啊 移通啊 联通啊 等等这一些 啊 那么签的合同呢 都比较长在10到20年以上啊 啊 那么资金这个现金流 预期也比较稳定 啊 那么啊 这是一个啊 那截止呢 19年的这个保信呢 IDC 也就是呢 在地上方的数据中心 国内份呢 是占1.5% 仅次于这个万国数据 在港上市的 以及美国的 美国上市的世纪互联 以及A股另外一个 光黄新网啊 这个钱章产业 那么说到这个IDC呢 那现在呢这个保信呢 仍然在计划呢 上海地区的第五期项目 啊 未来将提供1.05万个 高密度的机柜 那它在今年 去年上半年的报告里面显示 将会推进呢 上海在无双产业的一个项目 康石呢 这个地区的一个IDC供应 那同时也会向外扩张啊 推进它的全国布局的一个策略 啊 在武汉南京等地 IDC的一个建设啊 那么三期武汉呢 将提供1.8万个机柜 南京方面预计有7万个 7千个 那么东广证券预计呢 完工后呢 这个保信软件呢 在手啊 这个机柜呢 啊 将会呢 超过6万个啊 以单个机柜6万元的来看啊 这个营收来看呢 啊 这块业务收入呢 最后将会啊 高达这个36亿元以上 那现在 当然这个保信软件的未来呢 还是要看这个 在全国啊 机柜扩张的一个步伐啊 当然是越多这个越好 那么这呢 也当然扩张的时候呢 也会有介入到他这个母公司的一些这个优势 那么利好因子3呢 就长期的一个 这个战略呢 我觉得是相当吸引的 那么在19年公告里面呢 保信软件提到呢 会做生做精呢 成为钢铁行业 领先顶尖的这个智慧制造服务供应商 啊 那么通过做平台服务呢 成为这个钢铁生态圈里面领先的工业互联网提供商 那么最后呢 要做品牌做产业 打造一流的一个信息科技产业公司 啊 那么可以看到呢 未来发展路性呢 相当这个清晰 那估值角度来看的话呢 万德啊 显示呢 这个过去12个月啊 适应率呢 64倍 五年平均呢 48倍 现在呢 目前高过这个平均水平 万德预期呢 每股增长呢 未来三年 42% 25%左右 啊 那么预测对应的这个PG呢 1.48倍 2倍 1.54倍 啊 不能说这个特别便宜 但是呢 也是因为市场呢 对于它的一个成长性呢 啊 比较看好 以及它的商业模式 那么对比呢 云记上其他一些行业 同行的A股公司呢 像 啊 用油呢 是今年预期啊 这个2020年啊 适应率呢 160倍 广年达211倍 啊 数据感呢 91倍啊 这个 光线新网上1倍啊 那么保信软件呢 在这里面呢 相对来讲呢 还是处于中油的一个水平 61倍左右 那未来风险因素呢 包括这个钢铁行业的一个整合 跟信息化推进呢 啊 可能短线来短期呢 会有一个周期波动 不及预期啊 那软件行业呢 竞争也激烈 要看呢 类似这个用油软件啊 这些其他 这些比较通用的啊 这个云计算 这个供应商会不会介入到 这些行业里面来 那另外呢 就要看这个IDC啊 这个数据中心厂能扩张的 会不会不及预期 以及呢 目前这个估值水平偏高啊 这个市场偏好的一个问题 那最后呢 这个投资建议呢 这个我觉得是收集 买入价呢 在60块到65块 目标价呢 看80 中线部署啊 只损价呢 57块 那这个中午收市呢 是在69块一毛七 过去呢 在3月2块到78块之间波动 好 那么上面提到这个股份 用于案例分析 不构成这个实质买入建议 这个股市有风险呢 大家投资需要谨慎 好 那我们下下个礼拜的 一股节目里面呢 再见